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蹦蹦回收看本期的就是城市 8月到来之后啊 当期的水果也慢慢的从西瓜 芒果等水果变成了新鲜盛世的 猕猴桃 猕猴桃除了里面的文殊素C的含量 在水果中算是嚼嚼着之外 猕猴桃籽也是营养丰富的 从猕猴子中提取出来的 猕猴桃籽油里面也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能够帮助你延缓衰老的同时 还能够降低血脂的浓度 所以猕猴桃也算是浑身都是饱的食物 猕猴桃确实是一种 对于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的一种水果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猕猴桃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 有些人吃了呀 可能是没病找病 猕猴桃本身是一种没有办法判断生还是熟的一种水果 通常情况下我们买回来的猕猴桃都是一些其实没有成熟的猕猴桃 吃了之后对于口腔和消化道都会有一定的刺激 所以首先是对于那些消化不好或者是肠胃比较脆弱的人 吃了猕猴桃之后啊很容易会产生腹性 胃肠道粘膜被伤害等问题 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群不建议吃太多的猕猴桃 还有就是对于儿童来说呀 儿童本身若是吃了太多的猕猴桃的话 会导致过敏的现象发生 而对于小孩子来说呀 过敏本身是会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一般情况下 五岁以下的没有吃过猕猴桃的宝宝们 是不太建议使用猕猴桃的 家长朋友们也需要谨慎 除此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买猕猴桃的时候 应该买硬的还是买软的 因为猕猴桃是一种很容易会坏的的水果 所以保存期限并没有那么长 很多人其实在购买的时候 会喜欢买那些硬一点的猕猴桃 因为猕猴桃饱满一点的 硬一点的 能够保存的时间长一点 而且在买的时候还要注意 就是不要买那种一处软一处硬的猕猴桃 这种猕猴桃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里面坏掉了 或者是发育不均衡 这一类的猕猴桃最好不要买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 就是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